今天是北區歲末祝福的第三天 上人是來到了三重園區 下午新北市西紙區的志工是分享 透過環保教育和附近學校的學生合作無間 上人是特別的說 因為手上握著這個玉寒的毛毯 就是靠著每個環保菩薩 親力親為分工合作而來的 而同時他也提到 去年底的這個氣候變遷會議 因為這個氣候極端所帶來的災難 更要發人省思 歲末祝福中的直營回饋 由細紙的環保志工 分享和附近學校的合作無間 讓學生成為環保菩薩 之前聽上人說 公媽來生是一學一讚 如果我們是一讚一笑 因為我們用九更的環保站的環保志工 在學校裡面帶動學生做環保 教育的當中都用花運的方式 跟他們問說 我們就要如何清清在源頭 活潑的傳遞環保知識 學生還會幫忙學校站崗檢查 有沒有收錯回收物 不僅成為當地環保站的特色 更鼓勵學生進一步把這個方法 傳達給父母和家人 鎮言上人也十分有感 菩薩裡面也有很多營養當時 有我們的社會的企業 如果有夠收穫再改善了 人們就有 已經認清錯環保 就是照顧地球的不日的煩盲 環保是源頭但一切是基於對地球的愛 因為暖化越來越嚴重 上人特別提到前年的海燕風災 仍要持續關懷 氣窗極端 這個氣窗極端的不是大風 並是大風 風大到風 整個會倒下去 第一個飛機的飛 自這個人就像 那個馬里拉 飛來到這個地方 就像這樣開始 我們典開了 衣功代祭 一直到現在 我們的建議有 我們的環保攤 我們的環保的衣服 也都會起了 賀成音樂在台上用手語演繹 讓這場歲末祝福 充滿靜思暖流 也承載滿滿祝福 大家也喜歡中華院 鄧映中 台北報導 我們先走了